对于网上曝光百人乘坐高且霸占作为这一事件 我深表毁害和自责 在此 我向当事人和全国人民表示诚挚道歉 我深刻反思 我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社会功德 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形象 痛静思痛 我保证在今后不再犯此类错误 一定加强个人修养 提高个人素质 也恳请全国人民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这我你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回见 您什么情况你身体不舒服还是什么呀 喝酒喝多了 没喝酒 没喝酒 那为什么站不起来 不知道 不知道 对我知道原因 你到哪下北京南啊 对 那你到北京南也站不起来吗 我帮你怎么帮啊 你光让你站起来 那你走怎么办啊 找个轮椅 找个轮椅 是啊 到站家里人有来接你的吗 一会再说了现在没有 那我一会找陈景同志过来看看你什么情况哈 我座位 我 但是这个座位是人这个女士的呀问题是 我的座位是这个女士的呀 我的座位在那他可以去座呀 他为什么不去座呀 你的座他可以去座 但是也得要经过人家的允许 因为人家买的是这个座 您知道吗 您这种特殊情况 你也要跟人乘客做商量 不是说咱想怎么样 我昨天去西南站的坐高铁 然后是早上几点多发车 然后上了车之后 由于车上的人比较少 我就不坐下来了 就在我的座位的旁边 我的座位也是靠座的 座位号是05车的05A号 后来在西南西站又上来了一位女士 然后她上来之后 我已经睡了一会儿了 迷迷糊糊地跟着说 我和你换座吧 然后她就没同意 后来她就去找了联厂长 联厂长一过来之后 就完全向着她 我就有点不理解了 所以就态度太好 然后后来又叫来了乘警 经过商量 乘警说让我坐在那个位置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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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